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快,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1月26日,禮拜一 今天最低氣溫20度,最高25度 天情乾燥,吹和,玩洞不風 是,哇,恐怖啊 昨天找到一條女屍 有些目擊者說,很多蟲 說得那麼恐怖啊 唉,怕怕怕怕,待會要說一說 另外,上次被劉馬車打到頭爆了 這次又說,什麼? 又說被人砍 竟然有這樣的事 真是恐怖啊 希希剛才說 會不會搞得像Temple哥一樣 Temple哥沒那麼嚴重 Temple哥還沒拿刀斬 我真的覺得做網台 或者做DJ,之前鄭經漢的事件 是危險的 相當危險的 你說錯話,哪句得罪人都不知道 所以做人要小心一點 另外有什麼要說呢? 詳細新聞內容 先說六合彩 六合彩沒有人中 下次就1300萬 28 1228 3447 特別號碼是7 二掌兩注重 每注54萬 三掌71注重 每注4萬 200也不重 應該很容易重 另外說一下 鑽石山斬人案 鑽石山斬人案 英勇廚師救人 獲同英勇勳章 在禮賓府 五人頒發大紙巾勳章 昨天頒獎 我以為頒獎一次 原來頒獎幾次 好啊 開心 不只是我覺得 其他人都不認識 霍振廷有份拿 是不是 但是說到 應該有份頒獎 看到他的名字 真的有份拿 為什麼呢? 但你說廚師肯定是那個 焦點嗎? 其餘有份拿 但是說出來你又不認識 退休校長 立法會議員 那些我不認識 工聯會榮譽會長 做過什麼他又沒有說 福建社團聯合榮譽顧問 詩子清 沒有說過他做過什麼 但是我只知道 救人的廚師就相當英勇 對不對? 就是荷蘭水蓋 好 香港現在 緩和東至東北風 最高25度 這麼和暖的 香港 昨天冷到我 下街說吃宵夜 真可怕 7、8度 冷到入深 然後回來說只有6度 唉 真是很傷身 不要吃宵夜 搞到我今早很睏 因為你裏面做了事情 做什麼都好 解酒 消化 最好 肚子裏面 早上起床 就比較精神 另外 做運動也要小心 你星期六日一定是很多人 搞戶外活動 打羽毛球 昏迷 那男人在馬鞍山搶救 不知道有沒有事 突然暈到50歲 昨天早上9點18分 晨早流流地暈 很難說 羽毛球 不是太大的心跳 最大的就是關節 羽毛球經常去double 左閃右鼻 有個親戚的膝蓋不行 他最喜歡打羽毛球 真的好害怕 不行的 玩的 都說萬般帶不走 唯有葉隨身 他喜歡那件事 為什麼他要那件事 他就是要有那件事 是啊 就像電單車一樣 無緣無故喜歡電單車 四輪不行的 就是要兩個輪 為什麼要這樣罰自己 真的不明白 好玩 打羽毛球也沒那麼傷 是遠無球走來走去 急得break那一刻 是很傷關節的 是啊 另外是什麼 口罩令解禁 利消情 那個叫做 展貿之都 就是搞那些 三年的疫情 展貿場所什麼都不能做 現在又有美食節 美酒節 但是我又覺得 現在香港很多人都咳 咳得很厲害 始終都要頂一頂 你那個 疫情過去 那段時間 經常戴口罩 人們的抵抗力很差 和病毒隔離了 現在真的咳得瘋 那隻資源體 OK仔 家人都咳得瘋 很厲害 很嚴重 但OK仔沒事 其實說來說去都是抵抗力 病毒是在隔離 要有事就有事 沒有事就沒有事 都是純粹說抵抗力 大家自己小心一點 另外 看來人的抵抗力真的很厲害 比如你在黃埔酒樓 吃東西 或者這樣說 你外出吃東西 不要說標籤哪間酒樓 我們看到有隻大老鼠 在酒樓那裡 死了在酒樓那裡 真是恐怖 大大隻肥 嘟嘟嘟 有人說 不怕 整個黃埔也有 黃埔 你分地鐵站而已 我在紅磡也見不少 我以前在紅磡酒店 走下去 那邊 什麼都有 後巷 大大隻 老鼠屎 死了在酒樓那裡 有人說 什麼蟑螂 什麼都有 我以前也試過 酒樓不是很喜歡 套布的 在桌底上 那時候 年輕人穿短褲 這隻腳 為何這麼癢 然後 勾了幾次都癢 到處癢 一拿一隻腳出來 嘩 老年那麼大隻蟑螂 嚇死人 沒有的 人是有抵抗力的 老鼠會不會碰過餐具 咬過那些蜜 咬過那些蜜 有時候吃那些超級市場的肉 拿回去煮東西 那些肉 又說放在後巷 給老鼠先吃 所以就說要煮熟 是的 什麼不是 殺菌 最重要 那些豬肉 不煮熟 不好吃 現在的小朋友 那些打火鍋 年輕人 都離譜 還沒滾水 又下肉 還沒滾水 顏色變了 又可以吃 真的 不是的 肝頂不順 你長久了 就會積了東西 然後就會生病 小病小痛 但是大病就搞不定 好 說說昨天 有件事的旺角 收押所 還押的男人發爛 租胡椒 製服 噴的胡椒噴霧 兩個懲交職員都受傷 這麼厲害 沒有說他有什麼事情進去 就是說他突然間情緒失控 是惡人 晚上7點 反抗 但是年紀都很大 59了 都這麼好火 警告他無效 噴的胡椒 無需送軟 施襲者 沒有受傷 眼睛有點劫 施襲者 就是今年10月 刑事損壞 被還押的 另外說說 有人打架了 南亞邦 在深水埗 花園 打架 西瓜都有鐵通 這是便宜 不是打架 那麼簡單 便宜 開大片 凌晨12點 剛剛剛剛 一批為數二十多人 南亞裔的男人 石劍尾街 宇州街交界 那個花園 花園仔 打架 有人持刀 有鐵通 三個持刀 另外十個南亞裔 在兩架私家車上 到場 大廁殺 看到這種情況 刀光劍影 報警 一把三十厘米 西瓜刀 一尺長 十幾支 五十厘米的鐵通 這些是屁股 打架 為什麼 不知道 你說 即是 如果你是本地 追蹤哪個字頭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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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亞裔應該有兩個字頭 或者一個字頭 內鬥 哪個字頭 你都不會讀 他真的 分分鐘 整個 那些文章 你又不懂 你又不去查 我覺得 應該 你香港人 經常說 警察那些 不用 體能又 減少 因為少人 請多些南亞裔回來 以而祭而 不是 你搞不成 你 你認不成 認不成 你看人家的樣子 每個人都差不多 等於外國人 看我們中國人一樣 很多事情 溝通又不是什麼 但怕有無間道 那就高薪養廉 做警察好 做白 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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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找到吃 但最慘 那些假難民 那些難民 是 沒有資格 去做的 但我想一樣 有很多是合資格的 真是 香港人 幾幫勢力 亂到 好 現在說一下 網媒藍記者 上次被人打爆 那顆蛋蛋 這次又出事 我看又是你 在旺角 被人斬 又是南亞裔斬他 被兩個人拿刀斬 神經病 又是你 昨晚6時42分 說他被人斬了 這個男人已經36歲 在彌敦道 亞加魯街交隔 在港鐵 旺角站私一出口 救援人員接報道場 把包紮送到廣華醫院 有血跡 有個啤酒館 是他嗎 不知道是不是他 做什麼鬼 他就是彈彈俱樂部的網媒記者 被兩名南亞裔斬傷 兇徒是又逃去無蹤 傷者在社交網發文 說皮蛋旺角被人斬了兩刀 亦附上自拍送院照 這個皮蛋和上次的彈彈 是不是同一個蛋 我真的不知道 單單是俱樂部 因為俱樂部應該有很多人 對不對 我們先看看資料 由今年7月30日 說有一個姓梁的 在荃灣被劉馬車打到豬頭炳 是不是同一個呢 他有照片但沒有樣子 這次姓梁 對 同一個人也是姓梁 雖然沒有照片但我們都 用文字估計到是同一個人 上次劉馬車打完他 劉馬車入獄六個星期 賠回眼鏡給他 這次被人斬兩刀 你問我 我覺得未必是得罪南亞裔 因為南亞裔 你不會亂說話吧 你亂說話未必 擊中了兩個 我猜這兩個是受命令 我猜他 你這樣斬三十厘米 這裏的描述就是長生果刀 剛才三十厘米就是西瓜刀 如果斬左腳 會不會是買他的腳 他現在的傷勢如何 會不會斬到永久什麼 他很幸運 這個行動組叫專業 他說不會斬到永久 你隨時會流血流死 他現在是買他的腳 你的目標是左腳 左腳小腿 其實如果斬了 斬到大動脈的人都會死 流血流死 我真的 我經常說在網上很容易得罪人 所以有些人說 五仔是否比日本走老 不是說走不走老 你有時候對著公眾說話 你哪一句得罪人 你不知道 有人覺得你好 說得好 有人覺得你說得不好 如果你每次都放在中間 好像 又不行 你做普通市民 你也有些立場 政治就放在中間 你看 娛樂也會被人罵 娛樂有時候我們說 都危險 有些很失控 走進來 恐怖 真的恐怖 我昨天說的那些頂流明星 又被人恐嚇了 說我 牙底 著草去日本也敢死說 神經病 明明是 旅居環遊世界 不過 我覺得在香港有一點危險性 我覺得在香港 你每天都斬人 什麼 還有 斬人不用很多錢 如果你說是假難民 各樣 他本身做不到事 你認識 五千 一萬 給人 對付那個人 真的 嚴重 原來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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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蛋蛋 早前在長沙環屋邨 做一個護委會直播 他相信事件和這件事有關 他自己聲稱 他說早一兩個月前 在長沙環已經被人跟蹤 所以說做這些事沒有好處 你說為正義 那就是為正義而犧牲 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怎麼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不知道 怎麼知道 如果 就算普通市民不得罪人 也很難 沙塵滾滾殺蔡良民 有時候眼瞇瞇瞇 又說目光問題 那你怎麼 平時做多些好事 不是怎麼樣 但他可能心目中覺得 這些已經是好事 我揭發什麼真相 這個新聞工作 就很忠性 又不是去到好事 那你高調做多些好事 補一補救 希望 如果不是就要 隱性埋名 好像熊仔頭 如果熊仔頭得罪人 他走出街 未必有人會斬他 你弄個 豬仔記者 對嗎 你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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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那時候 看到 然後說 嘩 那麼多那些 應該是屍蟲 來的 在那個 屍體那裡捐出來 嘩 真是恐怖 其實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難說 他是自殺還是什麼 這些事情 找警方去查一查 但是 如果你看到 應該都有一陣味 很臭 感覺上 是 在那些荒山野嶺 發現 看到一次 新聞報道 就說 年紀應該都 差不多了 但是你說 實際那個身份 嗯 真是 不清楚 說你不懂 不是名人 那就 找到女師 那樣 我又覺得那些人都頗 勇敢 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走去報警 就是說 你會有陰影 你正常來說 這些屍體 就是一個人 那樣 有蟲 轉出來 在個 身體那裡 很多蟲 你想想多恐怖 整件事 對不對 一點都 就是 你少一點 少一點 心血 都嚇死你 原來這個 是失蹤女人 在你圓門 度假村 後山 屍蟲 是報滿 下山時發現 消息指 屍身 旁邊還有一把刀 你會不會是自殺的呢 一把長達15厘米的戒刀 戒刀 他說 遺體手部有割傷的痕跡 在割蜜 不知道 時間是何時 正常來說 有血的 但他沒有形容 那條屍體 有沒有很多血 他發現 有一條女屍 在地上 躺在那裡 有很多蟲在身上 他很肯定他已經死了 他說 我不動他 我去報警 當然不動 你會無端端去動他 一動他脫了頭 怎麼辦 這些很恐怖 嚇死人 另外再說 有一隻羊 橋邊有一隻羊 錦田羊 天橋遊蕩 在找地方走 不知道走到哪 網民說 怕他被捉了 他被捉了 不用怕 他肯定有這個 肯定有這個可能性 你怕也沒用 要是你帶他回家 要是你報警 他帶回愛護動物協會 又會不會有什麼 有人說 羊屬於區內 九隻站托中心 阿棍屋 一大批羊出來吃草 帶他回去 大埔都有人養羊 有人養羊 很害怕 在臨村 一大群 厲害 有些人是牧羊人 什麼都可以玩 好 另外再說一下 這個 北角碼頭 有喝醉的男人 善腳墮海 獲救 送院救治 沒事 不死 剛才凌晨五點四十一分 74歲 男子在北角 跌下海 在一米海面浮沉 不是太遠 不斷叫救命 有人放狗 幸好凌晨五點多也有人放狗 報警 他應該會游泳 如果不是浸死了 他喝醉 他只是喝醉 被人救回來 這個幸運 實在太幸運了 如果沒有人放狗 冷死你 不過現在25度也不太冷 感覺上 好 另外再說一說 的士本身說今天 走去罷工 好像臨村那邊說 不借場地給他 不要放在那裡 然後決定放棄罷工 我朋友說 實在太沒有鬥志了 哈哈哈哈 他一開始說 我看來看他就說 他說罷工就選一些非凡旺時間 罷工罷到這樣 不要罷了 你罷什麼 你罷工想改善什麼 的士就說 嚴打白牌車 那些車是無牌的 但是連報紙也不幫你 他說你改善服務質素 你接受訪問的時候 那些人真的大聲 又說當客人是雞 真是肉酸 他說你叫雞也選一隻漂亮 我選客的 我選擇 他們的衰格 為什麼行內 人們討論的時候 你說是不是 他們自己有 然後說是 當然是這樣的 然後 態度被人看見也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有些人挺好的 我那時候回香港 那些人幫我 在機場 那個是年紀很大的 男人 送到我回去 首先搬行李那裡 重啊 叔叔讓我來 他說不用不用 讓我來 重 整個鬥氣很重 至少二十八公斤 起碼有 然後他說 你這個還沒算重 他就是伯伯 我不好意思 我年輕人 他大約三四十年 我看他七八十歲 然後下車的時候下雨 他說 我有傘 他說 不用了 他說 有傘 不要打到自己 有些的士路挺好的 有些挺好的 但是有些 其實是相負相成 歷幾年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是 疫情剛剛過去 疫情的時候 很多生意很差 那時候沒有那些夜更 那些叫做 酒吧 有風 不給人堂食 他晚上沒有生意 他熬了很久 他又不轉行 甚至想轉什麼 一來 又不知道做得什麼 難道你轉飲食嗎 難道你飲食業也不行 對不對 他沒有其他車 沒有什麼駕駛 現在打算叫做什麼 打算好天氣 找下雨柴 搞黑的 區內騙遊客 灣仔區 銅區收人百五元車資 收幾倍 即是攬收車資 那些態度 一向都一般 一般 一些人 要做培訓 他呀 五腳 那些Uber 搶生意 有些人 因為受過你某些人氣 可能十次搭八次的士 有八次都被人 不滿意 始終我給錢 我是客人 那些時候 你知道的士的態度 各樣又不好 然後 我以後都不搭你的車 就算有沒有白牌車 他一樣會搭別的車 所以連報紙都不幫他 說你改善你們的服務態度 方圍上策 那樣的意思 那樣的意思 始終 不過有些真的 挺好的 搞到連累那些好的 那些 喂 世界害群芝麻一定有 對不對 樹大也有枯枝 看你好不幸 我上次 乘搭那輛的士 差點命都沒有 還在說真是 心急 走錯路 然後 過幾條線 鏟上去的天橋 哇 我老爸罵到他 真是沒命的 一不幸 就撞下 看不到後面就撞車了 滲車了 滲車進去 有時候的士 真是你相信他不過 真是很難說 看一條命 幸好那晚我吃齋 否則 吃火鍋就死了 好了 今天說這個 私家車翻側 司機兼他 吹波波 拉來 不吹波波 現在喝酒 身有屎 身有酒氣 這樣 不肯做這些 測試 都可以的 好像近來做了一單 類似JPEG 類似 叫做HOUNAX 騙了一百億 一百三十一人落搭 這樣就一億了 這樣就一百萬一個苦主 專業人間蒸發突然消失 又一單虛擬貨幣 你都說明虛擬 沒有騙你 是虛擬的 是假的 這樣也可以的 好 另外 還有什麼 經常說的 阿伯阿婆很聰明 這次這個就不聰明 舊仔深切 電騙 失去九萬元 賊人 吃過一尾味 再騙 就被人拘捕 傻傻的 他們沒有騙徒手則 不會回頭騙的 為什麼 你騙了人一次 人家報警 給了錢之後 阿仔你沒事嗎 你不是被人拘捕嗎 貪心 做騙徒 不可以 即是叫做專業 同一招 人家之後報警 你就只會入獄 他就沒有這些騙徒的操守 那就好 容易捉到 傻傻的 吃過一尾味 好 再說 有什麼說 又是太大幣 交易騙案男子痛失200萬 這期又多了 之前JPG那些 一輪 現在又有這些騙案出來 永遠沒有優子 都是貪念 投資 投資就聽Ivan Sir說 下年 我偷報說 Ivan Sir說 我先說 他一定是 下年四個字 環球通縮 環球通縮 不知道為什麼 接下來一大一季會減息 然後銀行就沒有之後這麼高息 你要做定存 現在做完 之後沒有 然後股市和樓市的低位 入貨 然後上 我們動息先機 你的貪念 應該在正確的知識上 在時勢裡走 但是你找虛擬貨幣 你見過鬼也不怕黑 你之前發生過JPG事件 他見過鬼也不怕黑 根本上這些虛擬貨幣 你都不穩陣 要放在證圖上 你想炒炒到天價 不是不行 100隻雞蛋 你放一隻就行了 打爛了不慾痛 但是很多人 根本沒有這麼大的頭 就戴這麼大的帽 他不會投資 他在賭錢 他以為自己投資 是的 好了 另外說說 很多大閘蟹走私 海關檢獲了52萬大閘蟹 有些人跟我說 他們說這些會定期拍賣 我大閘蟹不知道會不會 是不是 他有沒有這麼大的雪櫃 海關那裡 會不會即時消毀 會不會怕有病毒 又要染又要性 不知道 走私當然是不好 好了 另外說 很多年輕人 原來 10個中學生 有一個有自殘的傾向 八成人 也不肯跟別人聊 想自己搞得好 我年輕人的時候沒有自殘 你說屈來跟別人聊 也有 當然有 不開心 這些問題 不講得太多 因為每個人的 都不同的個案 可能他家裡原生家庭的問題 可能是 他喜歡女兒 女兒不喜歡他的問題 可能是 讀書 功課壓力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因為 學生有這個問題 出來工作也有這個問題 其實都是在淺女人 沒有的 人生一本書 當你有十頁 第二頁 現在十幾歲 第二頁 都未寫完 又不開心 又說要輕生 你後面那些可以很精彩 都是要看多些善知識 學佛 或者沒有大智慧的時候 不會有這個緣分 走去基督教那裡 上教會也好 找一些另外的人幫一下自己 但是收收賣賣 他不想找人幫 我們也幫不了 因為真的佛道有原因 你要打開你的心門 那些人才能入到你的內心 今天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星期日 拜拜